體驗服迎來了 重大改版 首先是悟空外星蟲子 新裝備 新香儀 合成暴雷跟惡魔微笑的小裝 狂暴之手蟲子 坦克版的惡魔微笑 對小野怪也有效 老鷹變成了螢火蟲 功能是一樣的 在魔龍爐 再來呢中路多了一隻 名字叫藍鱷蟹 顧名思義 藍色的凹的螃蟹 或者呢你可以叫他龍蝦 Mmm Monster Kill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尚恩 今天我們大家是悟空 重置後的實戰解說 有沒有注意到呢 一開始還會飛的 這跟真正的騎天大身一樣 也有網友說呢 竟然不穿衣服 比穿的衣服更香更好看 可想而知呢 對這個造型的評價是挺高的 除了外星重置之外呢 特效是一大亮點 注意到呢 除了攻擊特效相當的旋逸之外 還有呢就是我們的被動旗艦 頭上有一個 緊固蛾 那是一個相當標誌的東西 對於喜歡西遊記的觀眾們呢 是一個相當經典的要素 我認為呢整體的皮龍之都還不錯 關於手感的部分呢 我猜應該是不錯的 我還在體驗服試玩了一陣子 目前呢沒有發現 會中大的巴克或者卡頓的行為 不過呢巴克這種東西 還是要經過時間才可以知道 而這場實戰中呢 整體操作我認為是不錯的 最主要問題還是延遲咯 注意看我們右上角 的 這台紅色咯 所謂的延遲呢就是我們釋放動作之後 他可能會停個半秒一秒 甚至兩秒之後才反應過來 這就是延遲 如果卡頓的話呢 是你走路會卡卡的 整個電腦蕩蕩的 你的手機會發燙 那應該是可以感覺到 相信呢大部分玩家也區分得出 延遲跟卡頓的差別 關於這個 外型的重置呢我覺得是OK的 再來呢天賦還有一些 重大要素的改動 我們 一邊實戰一邊看吧 首先呢中間多一個藍鱷蟹 或者大家在套龍蝦 這主要功能呢是可以中路 沒事做的時候呢 可以爭奪的額外經濟來源 現在呢三條路都有額外經濟咯 上路呢有一隻 我不確定他是什麼唷 好像是蝴蝶 廢蛾 中路的話呢有藍鱷蟹 而下路的話呢有光銀 原本是老鷹喔只是卡的個樣子 功能是一模一樣的 擊殺之後呢會飛進敵方呢也去 提供視野 再來呢覆盡一個草叢 像這個草叢呢可以幫助打野抓人 凱撒路呢有更多盾草的地方了 而上面的池子呢 草叢也變得更遠喔 中間的區域呢剛好可以讓凱撒路在此單挑 名副其實的對抗路 OK 找到一隻發呆的呂布 體驗服呢各種鋼人都有喔 防禦塔機制也有改動 注意到炮車呢變成了一台 奴車 而防禦塔機制呢現在變成 他會有個激怒的形式 假設呢有三隻英雄ABC 分別呢攻擊了我方英雄 防禦塔呢會依序先攻擊A 然後B然後C 又先攻擊 先造成傷害的英雄 這隻台服有什麼差別呢 台服假設有三個英雄 一起揍了你的英雄 如果該沒英雄離開之後呢 防禦塔就會轉為攻擊小兵 現在的話則不會了 就算A英雄離開之後呢 會接下來攻擊B英雄跟C英雄 反正呢防禦塔是那邊的更加激醜 你有對我方英雄大成傷害呢 防禦塔就會揍你 還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優化了 比如呢小地圖都有一個擊殺效果 如果你在四野以外把敵方收掉了 像一些犬徒招 拉維爾啊 勇啊 關於優化的部分呢 其實傳說一直以來都做得好扯 這點呢是 無用之一的 不過呢我想有一大原因就是因為 王者榮耀的關係 畢竟呢 騰訊也是傳說的 也就是王者榮耀的公式 當然呢東西會比較慢過來傳說 比如呢像王者的凱撒路 會有傳送系統 說不定未來呢 傳說也有可能見到 像中路的龍蝦啊還有一些要素啊 也是原本在王者就有的 像我們悟空的大招 原本呢並不會召喚 一個 定海神陣出來 說不定呢悟空以後也會把今天組 改得更像 王者榮耀 多了一個類似拉維爾的護盾 OK 這場呢體驗服的關係 我們的奧義是不齊全的 所以呢我們的吸血是0% 一顆奪吹都沒有 如果有5LUS的個奪吹呢 會束縛很多 基本上呢悟空有奪吹有藍 是不用回家的 我們傷害太高的關係 吸血也吸非常的多 這場呢我們就要買一個吸血弓 來增加我們的吸血跟暴擊率 關於悟空出裝裝備呢 基本上就這樣出了 一等的時候呢 預購一個一級的打野刀 打野刀呢有經過調整了 整體來說呢我認為是偏向於削弱的 喔除了打野刀之外呢 還有輔助裝 輔助裝呢剩在前面 一級二級的效益會比較低點 合到三級的時候呢 效益才高 不過這些問題應該不大喔 畢竟呢大家的輔助裝 基本上都會升上去吧 打野裝呢 現在三級的效果稍微的降低一點 不過呢二級有附帶額外的效果 整體來說呢 我認為影響應該不會特別大喔 只是稍微的降低他前面 可能是第一波魔龍戰的影響力 第一波魔龍戰影響力降低呢 那代表 其他路變得更重要了 凱撒路跟中路呢 記得要好好的支援 而這版本草叢的變更呢 像我們剛剛進入那個草 是打野可以用來反盾的位置 如果敵方想月塔呢 我們可以進行反盾 這也代表月塔的玩家要三次 喔 除此之外呢 怪發還有一些優化喔 比如呢如果你兩分鐘前被擊殺 你的加速會變得更快 時間變得更長 避免你漏掉了下一波兵 怪發好像呢不想讓人家漏太多兵 把發育的經濟差太多 再來大家應該有試過卡薩先鋒 在你沒有去到線上之前 就把你的兵線整波清光吧 讓你自己沒錢 而怪這點呢官方也有改變了 如果凱撒先封擊殺小兵的時候呢 附近沒有其他英雄 那經濟會平等的分給隊伍中的所有英雄 至少呢不是丟失的經濟 那還代表呢 差不多八分鐘以後的凱撒 變得更加重要 一定要強凱撒了 凱撒呢 基本上現在也是必強的 由凱撒的一方呢 推塔推得非常快 大家不然我們有試過呢 有時候可能 逆風或者掉很多頭 如果你有辦法控制凱撒一直吃呢 敵方明明有很多人頭 不過呢塔都一座一座的掉過 這遊戲的主軸是推塔遊戲 而凱撒呢就是幫助我們推塔的 所以呢他很重要大家也知道了吧 那今天主角是悟空 這體驗服的關係呢 實力相差會非常的大 會有SS的選手 也會有 一排的玩家 所以呢 整體來說 運氣的佔比還挺高的 如果你勾凱瑞呢 隊友不要掛機掛太多的話 都有辦法可以贏 跟台服環境呢當然也不一樣了 OK 利用一隻草叢呢 蹲一蹲這個菫 敵方菫是挺肥的 繞一條我們剛剛帶出去的陌生 喔 這是小凱撒 暗影凱撒 喔 另外呢覆盧甲的特效也有改變喔 所以變成類似星塵的效果 還不錯吧 我覺得呢還不錯 最後缺回主堡遊戲結束 以上是我們帶來大家參觀新版的體驗服之旅 最後呢如果大家喜歡 不要忘記按讚訂閱了 感謝你的收看 我是尚恩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